因為雖然你很早就預言 藍營不會讓這一席給白宜農 對啊 為什麼 那時候不是大家前幾天還在講交通 然後連那個交通會讓給誰 從財政到交通都講得廢商商 你為什麼一開始就篤立 我一開始就知道這是傅昆吉設下的陷阱 陷阱 傅昆吉設什麼陷阱 傅昆吉就直接對外說我們要讓 那我們要讓的時候 國民黨五十幾個就開始有人不要 我說為什麼要讓 有人說要讓好啊 不要讓我的就好 有人就說我們支持 不支持傅昆吉那是分三堆了 那三堆每一個人都被點名了 你我講了你不聽話 你好像還可以 你全力支持我 就被分開了這第一個 那民眾黨呢 這些消息每一個出去的消息 陳昭之名子有沒有出現過 有嘛 然後這一個黃山再有沒有出現過 有嘛 連林毅君都出現了嘛 就國王委員會的委員都要 藥磚出身的都要學藥學的嘛 這個有規定嘛 不然怎麼會出現林毅君 你說從馬文君到林毅君 馬文君也是念嘉蘭藥磚啊 對啊 那後來今天喔 禮拜四早上你給他看 還沒選之前的報紙 多少報紙上面 上面已經直接寫林國城了 對啊交通委員會嘛 沒錯嘛 那這一消息每一個寫新聞的記者都寫獨家 每個我剛念的這幾個都是獨家 而且那個獨家那個記者寫出來 所有做評論的人看他都說 他寫了對了準了 因為這個人 因為這個記者寫這個很準啊 這個沒有問題啦 那請問這消息誰放了 誰放了啊 放到都獨家喔 然後沒有一個中 那沒有一個中的情況之下 民眾黨唯一有一個說好的是誰 就林國城 林國城說非常感謝 如果有這個機會的話 我也會全力以赴 那就中了就是林國城 林國城就是以後的破口 就是以後傅昆吉動得了的破口 因為我跟你講其他人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聽到之後沒有人反應喔 對 只有黃珊珊比較激烈 黃珊珊說什麼 幻聽啊 幻聽對不對 黃珊珊直接反應 那個林毅君有反應嗎 陳昭芝有反應嗎 他們都沒反應 但是林國城直接說非常感謝 這全部都一一現行 然後今天 今天早上不是說什麼 傅昆吉跟黃國昌 昨天晚上 就禮拜三晚上通還電話 然後說黃國昌說 禮拜四早上我們再開會對不對 然後開到一半 國民黨已經開完決議說通通不讓 那當然黃國昌只能出來講說 我們也沒有 我們也沒有 沒有要讓他們讓 其實傅昆吉很簡單 就是說我說要讓對不對 那你們民眾黨講誰啊 你們要哪一個 你要開口 開口就叫做要 你找我要 你找我要 比如說開口說是交通委員會 那傅昆吉就說 他們來要交通委員會 各位記得林思敏講過什麼 民眾黨有人來要招委 黃國昌不是很生氣嗎 說誰誰誰 那現在表達說要的就只有林國城啊 因為其他都點點啊 其他沒有一個人是要啊 你在害林國城被開除耶 是啊 林國城你幹嘛講非常感謝 你應該說我們團進團出 黨怎麼決定我就同意對不對 而且你要趕快回報啊 要趕快回報說 他們來找我呢 到底可不可以 我到底要不要答應他 還是總召你們負責講我都不要回 林國城還講非常感謝 所以我才說喔 傅昆吉你看喔 這一次我們講結果論 結果論就是國民黨拿了八席 民眾黨八席全部投國民黨 那傅昆吉有沒有勝利 大勝 大勝啊 民眾黨那八席要全部投過來 國民黨 院長副院長選舉都沒有投國民黨了 這個招委在傅昆吉的操盤之下 你看全部過來 因為我們要鞏固傅昆吉的領導中心 所以傅昆吉要繼續撐下去 所以傅昆吉這次的表現加分 非常的讚 阿苗 柯文哲會不會真的不信嚴重一件事 關鍵跟少數 關鍵少數不見得這四個字要一起唸 那重點是在關鍵還是在少數 會不會真的從這幾億來看 未來會不會真的變少數 柯文哲的目標當然要當關鍵少數嘛 對不對 所以他之前專訪說他就講說 他怕到時候變成只有少數沒有關鍵 可是他空有目標 但是戰術戰略一團亂是空的 所以你看最近這個大家在看說 立法院裡面藍白啊這些弄來弄去 我有一種又回到去年十一月的感受 就是藍白河對不對 馬諸侯科四個人小房間裡簽了六點協議 結果簽出來之後兩天作廢 兩天作廢之後後來軍院 你會借場地也花不好錢吧 對不對 然後呢轟轟烈烈弄一場之後 最後以念簡訊雙方不歡而散作收 白忙一場 這一次在立法院組成新一切國會之後 我覺得好像回到過去 大家一直在談藍白河談到現在 也是白忙一場 首先第一個立法院長第一局 第一局 柯文哲八席的存在對於結果 是完全沒有意義 結果他們第二輪不投票啊 所以按照一月十三號選舉當天出來的結果 我們就是知道說國民黨拿到這個席 是韓國瑜當院長 柯文哲這八席完全沒有任何影響 結果現在到了趙偉這一局之後 前面大家討論一整個禮拜 本來大家還在討論說 國民黨是不是換到空氣 國民黨得到什麼對不對 徐曉青還跳出來說 不需要讓這都不需要讓 結果今天整個劇情看完說 其實換到空氣的是柯文哲 柯文哲他換到什麼 至少檯面上沒看到 檯面下有沒有什麼我不知道 可是檯面上白忙一場啊 除了大家吃飯吃飽喝足了 領個迷迷茂馬出來受訪之後 這個柯文哲黃國昌富昆奇三個人 有情變厚了 看不到什麼任何其他的 對於國家民生也好 或是具體什麼改革的進程也好 完全沒有看到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對藍白跟綠來說都是問題 對藍白來講問題就是 你去年搞藍白合作 你沒有記取教訓 你花那麼多時間 經歷投資下去之後 換出來可能是一個空置 現在對藍營來講 當然他可以期待 會不會以後每一次柯文哲巴西都無條件追隨 因為現在看起來好像 甚至這個黃國昌總召都說 我們沒有討論趙偉的事情 這個很 這裡面很奇妙 你們都沒有討論到趙偉的事情 每一張趙偉的選票上面是 那個委員會每一個委員都在上面 對吧 你要投誰都可以 可是你們都沒有討論到趙偉的事情 但是你們巴西每一個委員都能夠精準 找出國民黨要推舉的那個人 把他蓋下去 這是心電感應 你要問我的話 我還不知道民進黨到底哪一個 每一個委員會要推舉誰 如果沒講過誰會知道 但是今天民眾黨對外的說法是 我們都沒有討論 只要順其自然就好 那代表是無條件追隨他 無條件追隨了國民黨的話 這個是當初柯文哲 他拿到三百萬票的時候 小草希望他去做了嗎 我講白了 這三百萬票 裡面很多人是討厭藍綠才投你 討厭藍綠就是希望什麼 你要去制衡藍綠嘛 結果你現在去制衡藍綠 是歪一邊就變成是說 我是無條件追隨到中國國民黨 連陳雪森 連馬文君都可以支持 你不是挑人支持說挑優質的挑對的事情 是無條件推出來什麼 我通通都把他支持下去 這個對於柯文哲來講 他現在必須跟他的這些 討厭藍綠的小草解釋 為什麼這樣 但目前為止台面上 他拿不出什麼合理的理由 去講說我幹嘛 完全跟這個國民黨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柯齁 如果他四年後真的有志要問頂大衛 他要重新想一下他現在整體的戰略是什麼 因為我的感覺是從選完到現在 他非常的急很焦慮 他的流量也銳減 選舉完的流量減少 我也不知道